圣天宗圣主 丽天宇圣主前来一叙 岂有此理 我丽天宇前来拜访你圣天宇 这么半天气无人迎接本圣主 甚至无人应当 圣天宇什么时候这么狂妄了 抄抄什么 圣天宗圣主何在 死了 死了 开什么玩笑 谁和你开玩笑 前几日死的 圣天宗也没了 现在这里是白玉门门下的圣天堂 白玉门 本圣主都没听过 没听过 那是你咕噜寡闻了 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 现在圣天宇已经改名天宇 是白玉门的地盘 改名天宇 这白玉门算什么东西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白玉门何须经过你的同意 放肆 天宇宇最强 不同意 谁敢忤逆 正齐 很不错的防御阵法 可惜护不住你 不好 圣天宗被灭 这可是大事 我竟然不知道 去摩天狱问问 摩天狱 摩主何在 丽天狱圣主来此所为何事 我父王有事外出 摩子 我问你 圣天宗被一个白玉门的灭掉 你摩天狱可知道 知道 知道 你摩天狱不是一直想要吞并圣天狱 怎么被突然冒出来的白玉门抢先了 这也没办法 没办法 什么意思啊 因为白玉门把我摩天狱也吞了 什么 你逗我呢 现在我摩天狱就是白玉门的一个堂口 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门派竟然连续吞了九玉之中的两个大鱼 你们魔族一向高傲 为什么不反抗 我父魔主极其崇拜白玉门掌门 恨不得任白掌门当爹 反抗 是不可能反抗的 岂有此理 摩子 我给你个机会 跟我去灭掉白玉门 我让你掌控摩天狱 你愿意去你去 我才不去 除非 我脑子有坑 你干什么 圣天狱废物 摩天狱也废物 那就别怪我丽天狱把你们一锅端了 下面就是白玉门了 圣主 你愿意去就去 我也不拦着 你最好快点去 一座偏远小城内的小门派寒酸至极了 你们都疯了吧 两个大鱼竹子被这种门派征服了 圣主我 知首灭之 终于完成进化了 这次消化完那两只大妖 修为再次斤斤不少 有人偷袭 赶死了 整座海原城都没有强者气息 本圣主就想不明白 这小小宗门怎么能 什么 这是 这是我冯金巨龙的气息 我明白了 原来这白玉门 又无尽海域 龙宫的强者在背后坐镇 这家伙运气挺好的 只是碰到了那只骨子看见 可惜了 白掌门等人不在 这老帮子还能多活活儿 暂时撤退 白玉门靠山竟然是龙宫 怪不得一个小小白玉门 竟然吞并了大鱼 不过本圣主背后 也有天庭强者撑腰 只要摆平了那位龙族强者 白玉门 谈指尖灰飞烟灭 对对对 你说的对 不愧是力天玉圣主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念你二人态度不错 说话也好听 先不杀你们 这人听不出好来话呀 新人弟子考核完毕 吴玉门各项考核都为力榜首 身为内门精英弟子 并且由本护法亲自教导 这吴玉门是何来历啊 不知道 但此女出手极其狠辣 实力又强 直升内门 这在宗门可是没有过的事情啊 我吴玉门到哪里都会发光 如今我家树九玉之中最强大的力天玉 并且成为内门精英 被大护法器中 前途不可限量 他白玉拿什么和我比 吴玉门 你感觉本护法如何 大护法之玉之恩 我吴玉门连铭记于心 既然如此 你拜我为师吧 这 怎么 你不愿意 力天玉九玉最强 迟早一通九玉 本护法在宗门地位崇高 你跟着我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吴玉门拜见师父 很好 日后 在这力天玉有本护法照着你 你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我想要什么 玉莲你明白吧 玉莲明白 大护法何在 圣主来了 圣主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此女叫吴玉莲 此次新人弟子大比第一名 天资奇高 未来必是我力天玉 力天宗强者之一啊 那门弟子吴玉莲 拜见圣主 吴玉莲 这两人就暂时交给你严加看管 大护法随我去大殿有钥匙相伤 田家看管 我倒要看看 能让圣主如此重视的 是什么人 怎么是你 岂有此理 我力天玉九玉最强 就算是见天玉 这两年也低调了许多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竟然没了两个大玉 必须灭掉这个白玉门 投降都不给他机会 本圣主此次回来 一是为了拿神器捆龙锁 只要牵制住了那位龙族强者 白玉门便没了倚仗 第二 本圣主想趁此机会 让其他六玉一起参与讨伐 六玉一起参与 圣主英明 让六玉一起参与 即可立规 又可以正式确立 我力天玉号令九玉的地位 你即可出发 马上通知其他六玉神 我可以再次参与